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下一集给兄弟们看过了 50万的魔帆寸打500万的魔玩仔 这一集给兄弟们看一下 50万的魔帆寸打500万的风席 对面是环宫扫地生的 也是西沙老街的一个 复战的一个风席 关键帆的话 河暴来袭的一个魔帆寸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风系打魔帆寸 我觉得一把分塞分进去的话 也好打 好吧 配属初期一把分身分进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应该也好打 下一回合的话 龙鬼解自己人物分身 这边的宝宝的话 这个血条的话 山洋友报的话 有个七八千了 应该是有静态啊 因为现在复战宝的话 静态的话是主流啊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这边的话没有选择分身啊 一把电 那下一回合的话 对面可以先封人 可以出宝宝 看一下对面怎么选择 对面选择直接出宝宝 关键帆的话也选择出宝宝 那下一回合的话 两边同时出不了宝宝 对面封关键帆 关键帆人物直接分身呗 分身电都可以 封还是封的准 OK 电人宝宝的话有点 有点不成型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因为封系打这个 除非只有武装怪好打 因为武装怪可以接前罗 你知道吗 面对法系有一手前罗自保 懂不懂 你不是武装怪的话 你其他封系的话 面对这一种魔帆寸的话 你真的打不了 因为本身风系自己 是没有输出能力的 你像这魔帆寸一把电 对吧 你宝宝哪怕再有进台 你也多不了五千连血 对不对 我一把电电五千 对吧 我宝宝给你宝宝单挑的话 你宝宝反正打不过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真的难搞 对面下一回合初宝 关键帆配处解自己 一把分身没了呀 关键帆可以解自己 可以分了 对吧 对面找宝宝 没有选择分身 扫地生那边的话 应该还是有地厅啊 看一下对面怎么打 关键帆的话 因为第一次见关键帆 这个魔帆寸 应该是没有四夕宝宝 封一把落花 没有破墨花 很心默默 一切的话就撕毁了 基本出了个小孩 一切的话是一回合 魔花神尼 封落花的话就是 基本上是准备要出地厅了 好吧 下一回的话 基本上是要准备出地厅 来冲一冲了 应该对面还有两个地厅 不出地厅的话 这一把局的话 是不太好追了 关键帆下一回合 宝宝可以自动平砍 对面这个宝宝不应该隐身啊 关键帆的话 宝宝没有自动平砍 没有那么细节 对面的话 要加敌 应该是个快递艇 看一下关键帆的话 宝宝有没有自动平砍 那伤害也高啊 那关键帆的宝宝是没有自动平砍 这一把地厅直接打开局面了呀 兄弟 五角色 对面还有一个地厅 还有一个厅格 封完之后再出地厅 我觉得差不多了 封完之后 16回合出地厅 17回合加宁源 对面出隐功了 这个时候就很聪明了 他这时候 隐功出的很灵性了 他出隐功的话 快隐功的话 对面有点不太敢出地厅 你知道吧 哇 这时候隐功出的很灵性了 哇 这隐功比对面盘石洞都要快啊 兄弟们 OK 对面也 也不怕 对面还还要出地厅 那对面加底宝宝都贴 这隐功速度 关速隐功 你看没有 这边还有个追子宝宝 兄弟 还有个追子宝宝 追子没有晕住 没有晕住 兄弟们 这剧本你敢信 他妈追哥 失手了 没有封中 兄弟们 比赛17回合 关键帆 人物倒地 一把毫毛起来 隐功拍倒地厅 对面给宝宝加分关了 对面的话 出了个先进激发 那还是打不过啊 对面这个时候 两个配数 加一个宝宝 那 应该剧本的话 就是关键帆翻盘了 因为对面这个时候 没有输出能力了呀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输出能力了 比赛的话 二次回合 宝宝逃跑了 你看没有什么输出能力了呀 只有一个弓宝宝了呀 对面如果是武装怪的话 好打 不过对面女角色的话 也败不了武装怪啊 对面是武装怪的话 对面这个 两个地厅啊 应该能打过 因为多了几把罗汉嘛 最起码能够多一把罗汉嘛 你现在的话 二次一回合 喜欢看比赛的 可以点个双击点个关注 咱们下集再见 你现在的话23回合 横琪默默再封一手 关键帆已经是无敌了 3.0元 对吧 有定身先擒什么的 也封不住啊 关键 还有凌刃 他这个应该是凌刃逆劈啊 但是凌刃逆劈没有瞬机啊 那应该是个高速的呀 你们评看 你下到26回合 咱们下集再见 加了一把敌 一刀3万一兄弟们 这是全力的呀兄弟们 这一刀3万一兄弟们